告别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大巴山 本期我们来到了卢州古令县 本次行程我们选取的线路是太平渡渡口 太平古镇 二郎滩渡口 二郎古镇 郎九庄园 大约需要两到三天的行程 行走在红色古令 一处处印记都在诉说着当年传奇的长征历史 长征当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条赤水河的两岸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四川省卢州市的古令县 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古令县呢 是因为在四渡赤水当中 其中二渡和四渡都发生在这里的太平渡渡口 和我们的二郎滩渡口 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当地的讲解员杨平 来为我们开启这一次的红色之旅 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了 在我们左手边就有这个太平渡渡口的这样的一个碑 那这个碑膏呢 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研究吗 它碑膏 然后整个这个碑体呢 它都是有特别的考究的 首先我们看 先看这个碑体 那主持人也看到 它和你之前看的一些碑体是有所不同的 因为呢它是一个三能柱的碑体 它呢也就预议着当年红军三进三出古令 那么整个碑呢 它是高12米 而顶端的三面旗子呢 是2.6米长 共长2.6米 那整个12和2.6 它的一个寓意呢 就是在组合之后 就是12.26 也就预议着毛主席的诞辰 12月26日 当然在这里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这纪念碑有一个碑角是直指对面 那它的寓意呢 就是红军两次在这里渡过赤水河到贵州去 来主持人你看 这个位置 这里呢有一个红色的标记 这就是当年红军四都赤水河的一个水位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赤水河 目测呢是50米左右 那么当年一个水位线就相当于今天的两倍左右那么宽 那么你也看到了在河边呢有一块老鹰石 这块石头啊 它可是一个大功臣 来我们去看一下 屹立在赤水河畔的老鹰石 是因为以前常有老鹰在上面栖息而得名 当年红军二度四度赤水时 这个地方是一片竹林 红军战士在当地传工的协助下 就地取材将竹子编成结实的绳子 一头栓在对面的大树上 一头栓在老鹰石上将小船相连 在船上呢在铺上从老百姓那里征集的可拆卸式的门板 那么这样的一个浮桥搭好之后呢 红军主力才从浮桥上渡过赤水河直插贵州方向 就是借助老鹰石它这个有势的地利 所以呢当时搭好了这么一个浮桥 那可想而知将它称为大功臣呢 是绝对不为过的 1958年太平渡红军长征纪念馆 是在荣盛通延号的旧址建成 1975年改阔建后更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 馆名由张爱萍将军提携 2008年古令县人民政府在圆馆附近重建新馆 进入四渡赤水太平渡的这个陈列馆之后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右手边的 这幅四渡赤水的示意图了 对对对 那么这幅示意图呢 它就非常清晰的可以介绍到 关于四渡赤水一个当时的一个过程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 到5月9日巧渡金沙江 历时151天 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三省 纵横八千里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挂被动为主动 奸敌一万余人 三万红军战胜四十万敌军 四渡赤水可以说是长征史上 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赤水河南北走向全长四百三十六点五公里 其中作为四川与贵州的戒河长一百一十公里 在赤水河的西面是四川云南 东面是贵州 1935年赤水河沿岸的猿猴 土城太平九溪河二郎等都是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 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最重要的二渡四渡的渡口 就是位于古令县的太平渡渡口和二郎滩渡口 那么二渡赤水的时间呢 就是1935年2月18日到21日 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渡过赤水河之后 五天的时间之内 连续攻克童子陆战楼山关 虫战尊义虫 尖敌呢是两个师又八个团 当然这也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紧接着红军主力三渡赤水 继续变被动为主动 并以一个团兵令奔袭镇庐山 做出从卢州宜兵再次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介石果然上当了 再次调整部署令国民党军极尽川南 准备封堵红军北渡长江 而中原红军则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 于3月21日22日就折而向东 秘密地渡过赤水河之后 又回到贵州境内并且来调头南下 在3月31日南渡无疆 四渡赤水之后 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锥堵截 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 于川滇前边境的计划 如今在太平渡陈列馆中 三百余件珍贵文物被妥善保存 红军武器 印章 医书 宣传断话等 全面集中地反映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 在陈列馆里面一共是有四件国家一级文物 这四件国家一级文物都分别是在卢州境内发现的 其中有一件印象就非常深刻 这件就是太平古镇的一位老百姓 是捐赠给了咱们的陈列馆 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做红军实用内科学 那它背后是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在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 有一位小战士在太平渡受了伤 被当地的老百姓胡中医给救了下来 小战士痊愈了之后 为了感谢胡中医就将这本书赠予给了他 希望他好好地学习 将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离开太平渡陈列馆我们来到了太平古镇 太平古镇是川南独有的山地古镇 古镇依山而建 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房屋 临次致笔充满了古朴的韵味 四渡赤水战役也让这座小镇名声远播 这条街的名字叫做长征街 长征街分为上街 中街 下街 平街和顺河街 当年红军战士来到这里就是沿街居住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标识 上面就写着红军驻地旧址 那还包括有一些门板是当时搭建福桥所用的 来到这里满满的都是历史的痕迹 古镇上的街道都是老石板拼街的 虽不宽 但是很干净 石板路的两旁居住的当地人 随着心情售卖一些小商品 这里作为二渡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之一 这里的家家户户也都是历史的参与者 说它是红色古镇一点也不夸张 时至今日当地仍有一位老人胡爷爷 喜欢在河边为大家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故事 我的船工耗子是一个当年流落下不来的红军 叫江明湾 流落在赤水河边 由船帮把它救起来 要在船上将要一把这个船工耗子传给我 我就负责它耗子 撑船耗子第一个是有五个耗子 一个撑船耗子 胡爷爷曾唱着船工耗子忙碌在赤水河上 奔流不息的赤水河见证着这座红色小镇的发展和变化 从太平渡渡口出发沿着赤水河向上而行 我们就来到了二郎滩渡口 在我的左手边有一块大青石上面就写着二郎滩渡口 这里也成为了一个来到这里必打卡的地方 这个二郎滩渡口也是四度赤水当中 二四度的主要渡口 可想而知红军那个时候的条件是多么的艰辛 这个古二郎滩它因河而起因言而清 在过去也是穿沿入前的一个重要码头 来到二郎滩渡口啊 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碰到了一位 你看穿带整整齐齐的从上海过来的爷爷 他告诉我们他是要重走长征路 想问一下爷爷您天都走了哪些地方了 我走了从贵阳过来到尊义 尊义后来到这个茅台 茅台还有这个土城 还有现在这个太平渡 还有这里的二郎滩 这是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个重走长征路呢 因为我对这个党史和军史是特别有兴趣 已经开了几十年了 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能够靠近赤水河 赤水河不过是文字和影视里面看到 我要亲自要体验一下赤水河 所以就朝这个方向过来了 那过来之后了 这个亲自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赤水河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亲切 很亲切 也感觉红军的伟大 确实不容易 这个太震撼了 要进入二郎滩镇的入口啊 有很多个 但是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是来到这里必须要来的 在我右手边呢 有块石碑上面写着 古令县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 二郎红军街 在我左手边的这一条道路啊 就是二郎红军街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二郎古镇 二郎红军街顺山市而建 街中店宅类型丰富 形质奇特 主要分为传统店宅和院落式建筑 红军街以狭长坡斗梯多为特色 所以过来游览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双好走路的鞋 走在红军街上 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 像这样的小圆孔 它其实是原来的拐爬所留下的印记 也被称作拐爬印 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拐爬都是特别的陌生 但是对于盐运新盛的二郎滩来说 拐爬就是当时运研工人们的一种辅助工具 历史上的古二郎滩是石岩水陆转运的集散中心 水运至此 因上游河道险峻 船不能行 唯有靠人工碑岩入浅 因此二郎滩成为赤水河道 川岩入浅的最后一站 川岩中转形成了巨大的人员聚集和消费 因此在过去二郎滩镇这里是山谷云集 在我的左手边这里就是二郎滩研运文化陈列馆 也是整个卢州市的首个研运文化陈列馆 它在过去是德华龙号 你看从外面看上去 它的整个房屋就是非常的气派 可想而知在过去这里是如何的新盛繁荣 并且在乾隆18年的时候 整个二郎滩厂镇就是有24家沿号 新中国成立后二郎滩数百年的碑岩历史 渐渐落下帷幕 碑岩背影渐行渐远 但船工们 碑夫们身上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一直激励二郎滩人民不断前行 那来到二郎滩镇呢 我们就要好好地学习这里的红军历史了 那么就要去到一个点叫做 二郎滩红军历史陈列馆 那来到这个陈列馆为了更好的了解 我们就是找到了二郎镇的祖宣委员周潭 为我们讲解一下 你好 周委员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选择 二郎滩红军历史陈列馆 在这个位置 因为从上面往下走 有不小的一段距离 因为这里是原来的延号叫德千玉延号 当时红军四度赤水来到二郎滩 就在德千玉门延号这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开仓分研 所以说当时我们的红军在了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都为人民 所以说我们选择在德千玉延号这里建上历史陈列馆 李记者听到这个房间有不一样的声音吧 我就是听到好像有这种嘈杂的环境音 还有人声 那是有一个专门这样的设计吗 对 我们为了纪念 当时红军来到这个地方 开仓分研专门做了一个开仓分研的情景在线 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二郎滩是迎言而心 迎言而胜 但是盐与我们的红军也有重要的关系 当时我们二郎滩有这样一首民谣 叫好个二郎滩 四面都是山 天天杯盐吧 炖炖菜汤蛋 老百姓过着穷 很穷的生活吃不起盐 但红军来了之后 二度吃水的时候 在这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开仓分研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 我们的红军也心系人民 兑卸了不让穷人喝淡汤的洛言 因此当地老百姓也与红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红三军团进驻二郎滩时 沿街老百姓纷纷把家里的 回杀狼酒也就是狼酒的前身端出来 慰劳红军替他们解乏疗伤 时至今日 二郎滩还流传着狼酒慰红军的歌谣 吃水喝呀 唱又唱 手碰狼酒香又香 红军哥哥为穷人 写给红军唱一唱 扛起锁表扛起枪 跟着九星共产党 红军哥哥做榜样 大一个江山两堂堂 喂娘一瓶好酒 狼酒建起了一座庄园 这里就是狼酒庄园 狼酒庄园占地是有十平方公里 可以说是所有的白酒爱好者来到这里 都能享受最快乐的时光 还有一句话叫做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 这里的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们可不能辜负美景还有美酒哦 你有没有闻到阵阵香气 这股酒香啊 就像是在微风中 在山间里肆意飘散 大自然厚爱狼酒 而狼酒庄园里则藏着它 所有的巧思和秘密 围山看景 探酒寻香 狼酒的一切美好 都在这里相应成趣 那狼酒庄园呢 它是包含了整个二郎镇 包括您看到的 现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个沙盘上 它是展示了狼酒庄园的 地质地貌的一个全景 它狼酒庄园呢 主要是涵盖了狼酒生长养藏 深的是深在赤水河 长在天饱风 养在陶坛库和藏在天饱洞 酒是沉的香 一年一个瓦 狼酒根据圆酒的年龄 并结合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等因素 因地质疑地创造出 露天陶坛储存 山谷大观筑存 室内陶坛降藏 以及天然冻藏 四种独有的筑酒方式 八十多年前 赤水河是英雄河 红军在古令血战突围 留下了荡气回肠 惊心动魄的一夜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赤水河又化身美酒河 一瓶瓶美酒充满活力和希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古令既有小城镇 偏安易于的悠闲 也有红军四度赤水的革命精神 当你踏上这片红色的热土 你才能深切感受到 古令红色文化的厚重 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 但是清零赤水河畔 听红色传承者们 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惊心动魄的画面 仿佛历历在目 赤水河是一条沿运之河 人岸沿运在这里兴起 繁盛衰落 赤水河也是一条美酒之河 两岸九场兴罗齐步 狼酒孕育于此 赤水河更是一条历史之河 红军长征四度赤水期间 在这里进行了很多革命活动 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方能不负先辈嘱托 不负人民期待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而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追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 去四川大梁山 聆听金沙水拍云哑暖的动人故事 走进美丽乡村体验诗远方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见